男星唐宇哲从台湾演艺圈消失好一阵子了 上哪儿去了呢 原来是去中国大陆拍戏发大财了 2019的新年到了 在中年也可以诸事顺利 珠光宝庆 人在异地感情世界也依旧没有停机 他跟今年21岁的苏小圈传说了恋情 什么因为苏小圈素随 妹妹来了 是的 就是这个眼睛大大皮肤白白 五官比例直逼动漫人物的长髮混血美女 差了13岁的苏小圈 跟唐宇哲刚交往不到4个月 还在蜜月期也因此 还可以从各自的IG 观察出隔靴搔痒的放闪 人机像是这张 唐宇哲6月22号PO的文青飞机照 乍看之下没有任何玄机 但是我们转台到苏小圈的IG上 一看哎呦 6月23号竟然也出现了一张在飞机上的自拍 而且飞机上明明干的要死 她的皮肤竟然看起来还是吹痰可破 头发也又滑又顺 果然女明星都会自卑强大的拍照气场 随时在外面就可以这样用一下你的头发 露雪儿的放闪 让我们决定追查 7月9号下午 苏小圈搭Uber到台北捷运中山站附近出席产品发表会 下午4点半活动结束 她咚咚咚加快脚步跳上了停在我们后方的深灰色保持街休旅车 苏小圈一上车就露出了大大的笑容 跟司机聊天聊得非常开心 而虽然因为穿户的反观 我们无法辨识司机的身份 但是没关系 我们继续看下去 苏小圈利落下了车之后 我们归在原地等 终于等到驾驶座的门缓缓打开 戴着白色口罩的唐宇哲 走到附近的小妻解放小小哲 约莫20分钟之后 两人一起回到车上 最后消失在车站当中 经过我们低调打听才知道 原来唐宇哲很宠爱苏小圈 但是也展现出她非常霸道的一面 不但要求苏小圈报告每日行踪 甚至还限制她外出是个典型的扑管言 不过女方也力来顺手 没在工作的时候 不是在跟男方约会 就是在陪伴家人 例如7月22号 她跟外公一起吃拉面 还勾着外公的手回家 以及6月17号 她搭Uber去罗斯福路看医生 之后到亲戚家 再跟亲戚一起到附近的面店吃饭 其实在唐宇哲之前 跟苏小圈拍拖的是唐宇哲的好友 汪东城 当时两人经常跟朋友聚会 唐宇哲又是汪东城好友之一 自然认识了当时仍是汪东城女友的苏小圈 没想到 苏小圈跟汪东城交往期间 传出了男方偷吃 苏小圈伤心欲绝忍痛分手 唐宇哲在因为安慰失恋的苏小圈 忍不住跟她产生了情愫 但同时 她跟汪东城的兄弟情 也因为接手女朋友出现了裂痕 对自己的长相 显然很有自信的唐宇哲 跟苏小圈情比金坚 连到北京工作 都舍不得跟她分离太久 而回顾唐宇哲的绯闻 确实也几乎都跟工作脱不了关系 她从出道 就跟一起拍广告的王仙如传出恋情 之后拍摄翻滚吧蛋炒饭 跟卓温轩和刘哲英传出互有好感 但是最后被拍到 却是开车在小薰回家 如今被她温馨接送情的最新女主角 换成了苏小圈 不知道唐宇哲的绵绵情话 是不是真的说得比唱得好听